今天開這個影片要鄭重的向所有的特斯拉的車友 還有這個專業的特斯拉名說聲道歉 這個本人因為不專業的言論 當中有很多錯誤的地方也接受到大家的指證 那深感抱歉 抱歉 現在正面開始了嘛 因為他們只會看前面而已啊 開始講了嘛 好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等一下我寫好很多 好來 你看我們這樣的操作是沒有錯的 放出一些假消息 不是啦 放出一些這個讓大家在下面很頻繁的討論 我覺得這樣很棒啊 我們又沒有說我們很專業 我們影片也說是第一次買對不對 達人秀還幫我們拿去 說這個中古車商第一次買特斯拉多興奮又多興奮 有吧 有 所以我真的是第一次嘛 還有網路紅人也有上來指證對不對 國棒 大家專業的指證 我們就懂了嘛 所以我們要虛心求教 今天拍這個影片 除了這個前面道歉以外 道歉是真的啦 欸 我們每次拍什麼就會被什麼族群討厭 我們現在在特斯拉圈裡面也是蠻紅的 上次是仙草嘛 在之前是納智傑嘛 有沒有 還有B&W 之前跟我好朋友老爹有沒有 我們拍那個B&W 他們是買一台中古的335 哇 那也是被酸到不行啦有沒有 他說你們兩個哥良好 一個Tiana3萬 一個33530萬 所以這個疫情的關係 我們拍這個題材 讓大家引起一些討論也是不錯啦 以下真的有幾點 我們真的說錯的地方 讓我們還是要稍微的修正一下 讓這個有興趣知道的朋友們了解一下 而且我們這樣多拍幾集其實也不錯啊 本來特斯拉回來買車一集試車一集 想要多拍一集多爽 不用怕沒片 只怕他那一剪不完而已 不用怕沒片好不好 我們每拍一集這種片啊 你知道什麼什麼東西都會漲價嗎 玻璃跟掃把 哈哈哈哈 那會漲一波 哈哈哈哈 不過其實我在講這個環保的問題 只是提出一個 讓大家討論的地方 也不是說只有特斯拉 因為現在有電動機車 還有其他廠白有陸續都在推電動車 所以我只是說讓大家去思考一下這個環保的問題 那當然 有很多人提出這些關於環保的數據 其實那個我都 我也都做過公開 只是我覺得說這個是 可以讓大家 這個好好思考的地方 像我看到最多的留言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在各大論壇看到最多的留言 好啦 對啦 特斯拉最爛啦 你們都不要來跟我講特斯拉 這樣我那個充電台不用排隊 可是這樣的留言 有一點大臉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樣剛好就凸顯了 充電 搪鎖不住的問題 他們自己留這個留言 是不是正好就 呼應了我講的 就是真的充電 他就是必須去等 對不對 充電就是真的是有困難 所以他才會說 好啦 你們都不要買啦 這樣才不會有人跟我講充電裝 有沒有 對不對 這樣是讓自己打到自己的臉 我覺得這樣講也不太對 最簡單一個解決的方法是 什麼你知道嗎 就跟太陽人手電筒一樣 你後面背一個柴油發電機 哈哈哈哈哈哈 沒電的時候 電拉著然後插著 然後柴油發電機 打打打打打打 然後就開始充了 有沒有 我覺得這個方法也不錯吧 對 但問題是這樣還是不環保啊 柴油發電機還是吃柴油啊 還是噴煙啊 他不是蘭巴麻蘭 對啦 他還有最多的留言就說 這算什麼車 我從來好像沒有講過 因為我們是車評對不對 我們都是最直覺 最主觀的感受而已 從來我們都沒有在講過自己是車 所以不要再說我是車評 我只是一個 愛買車 回來 必死的二手車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 那還有一些說什麼那個 動能回充的那個 減速那個不適感是可以切的 其實那個 一看就知道說 沒有看完我們的影片 對 我們也是當下才 才去切換 才想到有這個功能去切換 所以其實也突入出 我們就是真的是第一次試到這個東西 那單純的去了解一下這個 真的開起來的一個感受 欸我剛剛有一個沒講到 我們不是拍什麼都被黑什麼嗎 這個我剛剛講什麼 Sentra也被黑啊 那字節也被黑啊 有沒有 我要講什麼 反正來喔 反正我拍什麼就被黑什麼 然後我們就會被那個族群弟死啊 可是我覺得那個都還好 這不夠兇 特斯拉的目前看起來不夠兇 比較最兇的不夠兇 要不然我講出來效應 你知道不要 哦 哦 其實最兇的是 哦 上次了 對不對 對啊 那最兇的咧 那一次最嚴重 哦 那是最兇的 其他的都還好 那個火力都還好而已 那有人就是說 其實說 說我們這個是老油車嘴臉 死骨不化 不懂得進步 阻礙社會進步 哈哈哈哈哈哈 有一次這樣講 可是我覺得這本來就是 新舊上面會有一個充填 你們看那個魔鬼終結者 哇 機器人很強 然後還有反叛軍拿著那個 傳統武器在跟他們打仗 有沒有 反正這個本來就是會有文化衝擊 你在以前的時代 你如果說地球是圓的 你搞不好被石頭炸死 沒錯吧 所以反正新舊文化就是會有一個衝突 欸對 還有人說那個我說車品不會開 那個 啊 等一下說 林志穎也是開這個 林志穎你知道嗎 小旋風你知道嗎 我的我的 故事每個年輕都有被好會議 哈 你有看過嗎 啊小太陽你知道嗎 小太陽 我忘記他名字了 鍾翰娘啊 喔 阿姨的阿姨的阿 請給我愛的力量 哇 欸小太陽 哈哈哈哈 那他又不是車品 而且那個 老爺我們那麼熟了 兄弟倆一對寶 哈哈哈哈 那開個玩笑而已 那沒什麼好不好 像有很多人會說 阿你試Model S你怎麼不去試什麼Model 3 還有Model什麼 S S 對不對 那操控就很好了 阿不是阿 阿我當然開這個車我當然就是 用這個車的感受阿 沒錯吧 那個就很像小朋友有沒有 打架打輸了 你只會欺負我弱小 有種去跟我哥哥打 有種去跟我哥打 我哥哥很厲害你去跟他打 那不是很像小朋友嗎 哈 我當然知道我開這個阿 你要說 開這個Model S又不是要 要跑山路的 想給知道是開舒適 不是嘛 我也是車主 所以我的使用就是我每天回家我都會開山路 所以我就會最直接的感受到山路 開起來是會晃 好 那我就直接把這個我開起來的感受 把它反映出來這樣而已 就這麼簡單 那難道我開Model X我就不能爬山嗎 還是可以吧 而且我也沒有跑山路 我那天也開不快吧 那天算很慢了 對啊 那天開很慢好不好 不過事實就是我真的這個車我開了一兩週 之後 拍完影片之後我還是有再給他機會再去開 也許他很會跑也許他加速很快很安靜 可是我覺得對Model X好不好 然後我就要強調不然人家又叫我說 你不能去開Model 3啊 你去找我哥哥打啊 呵呵呵呵 好我就不是很能夠接受這個車讓我平常開起來的那個反饋 那我當然也許以後會都換這個車無所謂 反正我現在不會想買 我大概想要表達這個 不過自從拍了第一集收特斯拉的影片之後 還有第二集有沒有 其實我陸續收到了很多私訊 特斯拉車主的私訊 不管是Model 3 Model X 那裡面不乏有蠻新的 我遇到最新的一台我跟大家分享 他說小師 我五月交車的Model 3 請問現在剩多少錢 我跟你講我們以前沒有收過這個車沒有人會問你 拍了影片之後就很問你 而且好幾個 那我當然不收了啦 好但是我會關心 我說他怎麼那麼新 五月才交車現在要賣 他說他覺得充電真的 比他想像中的還要麻煩 當然有很愛這個車的車主 如果他的這些充電這些使用 是符合你的生活習慣生活需求 那當然是很棒 但是我也遇到蠻多是真的不符合他使用需求 包含這個前車主 他當初賣的時候他也是說他暫時不會再買這個這個車子 好可能要等以後類似充電更普及或是什麼 他可能才會考慮再買 對有個地方要更正喔 這個不是四馬達 這是雙馬達 雙馬達 那比我想像的還要還要差 那是真的講錯這個 要說聲抱歉 我的直覺是你要製造成那個輪速X應該可能是四個馬達 那你如果是雙馬達的話就會變成前後利用機構去做速X也許 然後現在好像聽說有三馬達 我們這邊要修正一下跟大家說一下抱歉 他這個地方是我沒有說錯誤的 那我覺得他其實你不要說他特別不好 他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就是我覺得他超風感沒有那麼好 他加速真的很快像飛機起飛一樣 坦白說我就是認為說我不敢開那麼快 因為我認為他整個禮盤組裝的一個狀況 不是讓我很敢把他開得這麼快 再來還有一個要修正的 這個車不是我剛剛講錯不是翻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這個下面的電池那麼重不是翻車 是可能有時候翻事故燒起來要燒比較久這樣而已 這個我們要講事實吧對不對 前一陣子才發生嘛 然後而且有一些這個消防演練消防訓練 裡面都有提到說 當這個車燃燒的時候 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等他燒完 這是真的確實的 因為他燒起來可能會產生一些爆炸或有毒物 不是那麼容易撲滅 所以為了安全盡量都是讓他燒完 請消防員再去處理這樣 好這是我接收到的訊息 當然錯誤你們還是可以在直升對不對 所以周遭也會有很多人覺得說 我開了就回不去了 但是也有很多人開了 好想回去 這一定都會有的嘛 任何一台車都會有這樣 有啊對 有人說什麼我們用那個220的電在講 我當然知道有超充啊靠腰 我只是提出來分享說 這個車子有一點符合我使用模式 因為我來公司就可以插著充 但我知道也有超充 對我來說插著我不用付錢 超充要付錢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當然知道他有超充 那我也不是特別說 要去強調說插著充很慢 我只是跟大家分享說我回來公司 用220的電插 的確他一個晚上可能就70 80這樣 那我有去超充 好我們這次超充大概充了放個小時 充了160公里花了280塊左右 好當然那個費率是會調整 那大家去換算 我換算起來其實 有比油車稍微省一點點 以這個size來講 如果比對到3000cc的汽油車 的確是比較便宜的 好但是你如果比到一些現在當塞型的那種CRV等級的1公升動輒15公里以上 那就好像沒有比較便宜了啦 那接下來就是他當初的這個免費的充電的那個帳號 因為前車主有個資的關係他沒有移交給你們 所以他這個轉換上面我們這一次的銷售遇到滿大的困難 就是那個帳號不知道轉不轉得了 然後前車主又會幫忙 因為前面大企業老闆他的email他用私人 裡面有多少亦來亦去的生意 的email他不可能給你啊 現在還在努力中啊 啊對這車我沒賣掉 可是我跟你講啦 我們這個帳號如果可以轉移的話 我們會賣更貴了 坦白話講 這個車如果說有超充帳號可以轉移免費的話 至少我要賣250以上 但是我開240出頭而已 我後來也降價啦 我上次說我賣248對不對 我後來發現超充沒有辦法轉移 我就242 欸242再加上我們整修輪胎什麼這些 其實我賣一台230幾萬的車 我賺沒幾萬塊 好啦反正結論啦 我覺得這是一台可以開的車啦 那但是影片中我也有講到 其實我以前本來就有買VMW的時候 本來就有想過要買Moto3 價錢差不多 後來算一算覺得 這個好像目前充電還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就確復了 先買了VMW 那我觀察嘛 靜觀其變 有人說啊 未來我跟你講啦 你就沒有電車 我沒有插 沒有油車開 我沒有插 為什麼我說二手車你知道嗎 他台 反正以後都電動車 我就賣二手電動車啊 啊以後大家都開飛碟 我就賣二手飛碟 對啊 不然那個就炒發 對不對 啊如果都沒有咧 我說賣二手女朋友啊 哈哈哈哈哈哈 之類的 對我來講以後變怎麼樣就是這樣啊 啊只是丟個議題給大家討論一下對不對 反正等它真的更加普及啊 更便宜 充電更方便 我要買 我也可以去買啊 或者不能去買啊 不過是真的這樣講啦 用特斯拉的這個造車的年紀 跟動輒 百年以上的工藝 比起來 汽車工藝啊 對它要求的不能太高了 所以這個製造瑕疵啊 組裝的問題啊 就要等它慢慢改進 反正我就是等它改進了 我再買就好 等它好用又便宜 有時候我們再去買就好 啊 只是不是現在 好不好 那就更不要講 最近遇到利福那個鳥車 以後再做一集專門的視頻 跟大家分享利福 好不好 那最後就是 不管大家開油車 電車 油電車 柴油車 什麼車 都祝你們平安順利 我是覺得 大家說30年後都電車了啦 可是我覺得有一個伏筆啦 這30年中如果有一個 比電車更好的燃料出現 有沒有可能電車就還好 以後如果過20年好了 等我在坐輪椅的時候 如果那時候發明加海水 就可以跑個車 欸 你們這些是不是又跑去買海水車了 有沒有可能有吧 我媽媽也都講話說 那今天這個車最後我們也賣掉了 沒賺什麼錢把它賣掉了 好不好 那這個最後一集 那做一些解釋 啊 專業留言 呵呵呵呵 跟大家分享 祝大家這個平安順心愉快 好不好 不管你開什麼車沒關係 你開心就好了 好不好 要交車了啦 這真的啦 人家車主在等了啦 人家車主在等了啦 讓大家急急忙忙拍個 這算費便嗎 欸 我講很多欸 對 你這樣很長欸 快半熟了 好啊 拜拜 我要交車給客人 我們剛錄完 你看 我有一台特斯拉75G請問你們想出嗎 剛拍完馬上 我跟你講最近很多啦 但我知道你們開得很爽的人都很爽 可是真的還是有 還是有想脫手的 對還是有部分的人是想脫手的 真的也沒有想像中的這麼理想 我想實在話 我把它講黑對我什麼好處 沒有什麼好處啊 那想到我就 我花200萬 我把它講成這樣 我還要賣嗎 有沒有想過我的立場 200多萬對我來講 放在那邊我很痛苦 我可以買5台Focus回來賺錢 1台Focus賺3萬就好了 5台Focus可以賺多少錢 我現在賣有賺到15萬嗎 也沒有啊 對啊 真的會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這本來就很正常 我200多萬放在那邊 我把它講爛了 我怎麼賣 好險有一個嗎 好客人 有一個這麼棒的客人 我說我講成這樣你還來買 小事我才不會管你 哈哈哈哈 那就好啦 小買就是會買 不是啦 聽得懂的人 他不在那個圈圈裡面 沒有那麼迷的人 他懂得分辨什麼是玩笑 什麼是效果 身在其中的人 有時候會搞不清楚 哪裏的 樂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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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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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神那 有成功 有成功